苏联解体以后,美国都积极干预了哪些国际事件? 著名的政治丑闻,白水门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 一期视频带你了解充满变革的二十世纪末,美国都经历了什么? 二十世纪末国际局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 为美国开创的是一个潜藏着巨大机会和挑战的新时代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获得了远超以往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但同样的,两极格局的崩溃,新的国际秩序下 新的地区冲突也好,恐怖主义也罢 这等等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也给美国的全球化之路带来了诸多挑战 而当大部分美国人在旌旗和兴奋于国际局势的纷纭变动之时 不舍政府却面临着令人头疼的内政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 还是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衰退 对此束手无策的布什政府 确实很快就冲淡了美国人对获得冷战胜利的喜悦 90年代的这场经济衰退持续了9个月左右 它造成了美国的GDP 在1990年到1991年间出现了负增长 而在导致这场衰退出现的诸多原因当中 海湾战争的爆发 战争期间国际油价的飙升 全球经济遭受到的重创 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1990年8月 藉由伊拉克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领袖 萨达姆·活塞因 入侵石油资源丰富的酋长国科威特 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在此的影响力 以及出于对保护石油这一重要战略资源的需要 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以后 经联合国授权 美国领导多国部队参与进了这场被称为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局部冲突当中 在盟军强大的武力攻势下 伊拉克很快就在4年2月接受了盟军制定的停火协议 撤出了科威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海湾战争中 美军利用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 以及大量的信息化战术 对实力不容小觑的伊拉克军队取得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是让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人们突然意识到现代战争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军事思想等方面 都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了 海湾战争为世界军事史开启的新片战 也刺激了之后世界各国 兴起了军事技术发展与创新的热潮 漂亮的海湾战争结束以后 布什总统的支持率也达到了新高 但与此同时 经济衰退的问题也依旧在困扰着这届政府 而这 则为布什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 寻求连任留下了些许变数 这一年的大选在最初 布什的支持率仍旧很高 这导致民主党内很多重要人物都拒绝参加竞选 随后 前阿肯瑟州州长 年轻的比尔克林顿 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克林顿运用联巧的政治技巧 避免谈论曾造成民主党分裂的种族和文化问题 这使民主党在竞选过程中一路领心 虽然突然杀出来的独立候选人 来自德克萨斯的富翁罗斯佩洛特 曾一度在民意调查中 领先于布什和克林顿 让竞选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 但随着佩洛特因各种原因退出了竞选 而布什又因经济问题不再受到欢迎 克林顿最后以比较明显的优势 赢得了单年大选 1993年1月 年仅46岁 带着30年来最为宏大的国内工作计划的克林顿 在国会大厦西面宣示了就职 克林顿任期内 其在内政上的表现可圈可顶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克林顿政府开展的一系列经济计划 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长的经济增长 1993年到2001年 美国GDP从6.6万亿美元 跃升至了10.1万亿美元 宁均增长率高达5.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90年代一路狂飙 于1999年底超过了1万1千点 快速增长的经济 也让联邦政府的预算在1998年实现了30年以来的第一次盈余 而美国90年代经济的繁荣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时期 美国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 一份数据显示 从1993年到2000年 美国互联网用户从2000万人增长到了1.1亿人 大量的互联网用户也孕育了当时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早在2000年 美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就已经超上百亿美元 相比在内政上的卓有成效和影响 对于克林顿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评价 国内外则褒贬不一 面对高度有利的国际形势 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围绕三个目标 1.维护美国的霸权领导地位 2.扩大全球市场经济 提高美国的经济利益 3.促进全球人权和民主的进步与发展 1998年 在美国推动下 英国、爱尔兰和北爱尔兰 亲属了贝尔法斯特协议 由此有效地终结了 北爱尔兰几十年来的暴力冲突 为该地区的和解与和平 创造了重要条件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是美国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1998年 曾存在于巴尔干的林班制国家 南斯拉夫林门共和国 其境内的科索沃地区 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 愈引愈烈的冲突 致使科索沃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内战 在这场战争中 借由塞尔维亚人 在科索沃开展的残暴行径 以及和平谈判的失败 美国在1995年5月 领导北约部队 发起了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空袭 经过数十天的轰炸 迫于北约强大武力与威胁的南斯拉夫 终于在当年6月接受了停火 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 对科索沃战争的介入 虽确实有效地结束了科索沃战争 但在其行动过程中 大量无辜平民的散生 也让美国和北约的这次行动 备受争议 根据人权观察估计 北约的空袭 造成了至少488名平民死亡 尤其是对中国驻南宁门大使馆的轰炸 造成馆内三人死亡 二十人受删 更引发了当年中国大规模 反美示威游行的爆发 中美关系 一时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害 根据北约和美方的说法 这次轰炸 因采用了美国中情局 及美国国家地图局提供的过时地图 属于一次军事失误 不过 也有一些猜测认为 地图定位错误是一种幻影 轰炸大使馆的背后 可能有来自中情局官员的指令 为能有效干预卢万达 爆发的种族灭绝事件 通常也被克林顿政府 自视为外交政策的失败之一 在这场糊涂族针对突袭族 造成了近一百万元 丧生的可怕大屠杀当中 美国 一方面鉴于美军之前 在索马里行动中的失败 另一方面 鉴于美国在卢万达 也没有直接利益 克林顿政府 最后选择不介入卢万达的事务 虽然面对因大屠杀事件 而出身的上千万难民 美国也为其空投了大量的物资帮助 但就没有及时且有效的制止大屠杀 克林顿政府和联合国 仍旧受到了广泛批评 而要说起克林顿的执政生涯当中 最值得往位的事迹 当初涉及他的私生活 商业交易 政治角色等的一系列政治丑闻 白水门事件 是涉及克林顿及其妻子 希拉里的一起丑闻 在该事件中 针对克林顿夫妇 在阿肯瑟族的一项房地产投资 他们被怀疑存有金融欺诈嫌疑 在经过多年调查 耗费了联办政府数千万美元以后 白水门事件 最后导致克林顿的一些合作伙伴和朋友 多达十余人被判处了罪行 但唯独暗中的关键人物 即克林顿夫妇 却没有被查出有罪 除了白水门事件 与白宫实习生 莱文斯切的不正当性关系 以及克林顿在官司中的伪证和妨碍司法 可以说是其执政生涯中 最臭名昭著的丑闻了 据传克林顿与莱文斯切的情人关系 开始于1995年底 持续时间超过一年 在当时算是白宫公开的秘密 由于担心莱文斯切与总统过于亲密的关系 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莱文斯切在之后 被其上司调到了国防部 而在国防部 莱文斯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把其与总统的经历透露给了他的同事 致使这起事件之后被公知于众 围绕这起证据确凿的丑闻 众议院在1998年12月 对克林顿发起了弹劾 众议院以228票 对206票弹劾他作伪证罪 以221票对212票 弹劾他妨碍司法公证 这个结果也让克林顿 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 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不过在1999年 参议院对克林顿举行的审判当中 参议院又以45票对55票 否决了伪证条款 以50票对50票 否决了司法公证条款 由于对克林顿的弹劾 没有达到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 克林顿最后被宣告无罪 继续担任总统 而贯传克林顿执政生涯的丑闻 虽对克林顿政府及其个人形象 造成了很大影响 但得益于克林顿时期 美国令人震惊的经济繁荣 以及其较为成功的外交政策 克林顿在其8年任期加满之际 他的支持率 反而比他刚担任总统的时候还要高 公众对克林顿的认可度 也一直都排在战后一众总统当中最高的位置 2000年 跟随清洗年一同降临的 是美国最不平常的一次大选 这节大选的特别之处 不在于竞选活动有什么稀奇 而在于竞选结果有着极大争议 这一年大选 布什的儿子乔治·W.布什 和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 是最热门的两位总统候选人 在竞选过程中 两人的支持率一直都咬得很近 在选民投票中 戈尔虽然以0.05%的微弱优势 胜过了小布什 但两位候选人都没有拿到 胜选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 在之后的几天里 当佛罗里达州的计票结果出来以后 小布什仅以300张的选票优势 领先了戈尔 不过 由于佛罗里达州出现的计票机固战 选票设计缺陷 计票标准不一致等多种原因 佛罗里达选票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遭到了质疑 随后戈尔要求佛罗里达重新计票 在重新计票的过程中 有迹象显示 戈尔的票数其实是要多于小布什的 但由于在法院给定的期限结束之际 佛罗里达没有彻底完成重新计票工作 因此最高法院最后裁定终止重新计票 小布什因此获得了极具争议的胜利 2001年1月 小布什像他的父亲一样 在国会山宣誓了就职 那么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以仗着强大家族背景 顶着巨大争议上台的新总统 又会给美国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